周大福今個星期公佈 4月至6月的零售值 按年大跌兩成 內地分店跌19% 港澳更加跌31% 比去年曾經連續三季 增長超過50%大幅退步 周大福解釋 上季宏觀環境持續影響消費 而黃金價格在高位徘徊 拖低了黃金壽息需求 放眼環球其他名牌 又是否個個都受到中國經濟放慢影響? 擁有Cartier等品牌的瑞士力豐集團 上季整體銷售額按年增長1% 但大中華地區銷售額下跌27% 集團解釋受理於中國消費者信心低迷 和去年基數偏高 Burberry也公布 中國市場季度同點銷售跌21% 但品牌整體銷售也跌22% 反映不僅是中國消費市道轉弱影響 更多反映是品牌表現轉差 Cucci母公司法國開雲集團 預告上半年經營日利跌40%至45% 但公司並非一面倒暢淡中國 而是說中國市場量極化 客戶忠誠非常高端的品牌 或者是最入門的名牌 令到處於兩者之間的Cucci受到不利影響 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LVMH也指 中國消費者出國購買名牌的風氣盛行 分析今年首季 中國消費者全球購買量仍然增長10% 即使如此 投資界普遍憂慮中國資本市場停車不前 有錢人和中產的車子消費會有所收斂 對投資車子品股多一重顧慮 LVMH年內股價跌3%並不算多 但足以令到老闆身家縮水111億美元 在全球15大富豪之中 唯一一個錄得身家下跌 端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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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端子